那路皆是 以幸福应运 愿三进度 其心烈得 修诸行业 佛愿烈故 即便莫生 这几句话 句句都重要 那首先 幸福真心 决定 不生意乎 这个心才管有 真心 才会有真地悦 这个世界修行 太难了 非常辛苦 我学了64年 到今天 对佛菩萨看看 得佛菩萨的价值 得佛菩萨的教育 我们的方向 发的很稳 没有拼 没有写 遇到净土之后 才有 决定的 信心 没有净土 没有遇到净土 虽然这些大经大论 哪一个法门 都必须要断烦恼 正不停 那烦恼能断得了吗 没法子团 现在诱惑的力量 太强了 能够 一年比一年轻一点 就很不错了 烦恼心 智慧就增长 非常明显 智慧从哪来的 不是从今天寄送来的 是从亲近下来的 那一分亲近 得一分智慧 十分亲近 得十分智慧 所以清理头 不能放别的东西 最好把自己日常生活 都别放在行上 随便 吃什么都好 穿什么都好 没有要求 没有选择 这样什么 行不操这些 只念阿弥陀佛 那深知会从哪里看呢 从答问上看 从早到晚 常常遇到人 有问题 向你请教 问题预先 没有让你知道 他说出来 你能解答 解答他听得很满意 这就是智慧心情 社会上人 男女老少 过慌过瘾 问的问题不一样 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 社会太乱了 地球上灾难太多了 每一天提新闻报告 大家都很担心 这是共同问题 过人问题 就很复杂了 所以自自然 能解答 真帮助人 能解决问题 按路级上 得及这几句话 不出心 不出心 愿 心 幸福音愿 是心的 愿身 尖土是化愿的 啊 其心利得 修筑行业 这是心啊 啊 其什么心 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进宗 过去大德所依的 是 观无量寿佛心 跟大臣齐心论 大臣齐心论里面是 知心 身心 大悲心 观经里面给我们讲的 知臣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啊 金论 获起来 意思就很清楚了 啊 齐心论 讲的 知心 观经上 讲的 知臣心 真臣 到极处 齐心论 叫知心 真臣 到极处 这是 齐心 立得了 啊 用真心 对谁 对于一切 中心 我们日常生活 用真心 工作 用真心 待人 介无 都用真心 别怕 别人用 妄心 对我 来欺骗我 我用真诚心 对他 啊 好像我们吃亏太大了 一点都不大 他们搞六道轮回 出不去 我们这一生 出去了 再不搞六道轮回了 你要不要用真心 你用真心 处理六道 你用妄心 继续搞六道 所以 你一点亏都没吃 你占的便宜可大了 啊 真心表现在外面 简单的说 就是戒律 无界是人 真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就是五能 五常 四为 八德 啊 这四颗 我们把它归拿起来 就是二个字 孝体中心 离一连池 仍然或比 从早到晚 生活 工作 待人介乎 决定 与这十二个字 相应 这就是真心 啊 与这十二个字 相违背 往心 啊 不孝 不提 不忠 不义 这样的人 念佛 去不了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待业往生 待旧业 不待新业 啊 你天天还在造这个业 这带不去 啊 过去所造的业 能带去 啊 这个过去 从哪里分 从你有缘 遇到尽忠 把尽忠搞清楚 搞明白了 真正相信 真正法院 求生尽徒 从这个时候起 记住 齐心 里得了 这个都是功德了 无量 无边的功德了 就在生活 就在生活当中 一切 行业 行是正在造 业是造过以后的结果 戒业 是得了 是得了 行是得 业也是得 以前的心 错了 戒的业是 我业 啊 邪心 我业 啊 现在修真心 善心 啊 再提升 就 敬意 敬行 敬意 那这是真结局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你 佛 佛 好